滾滾的浊水夹带大量砂石 從上游奔騰入河 洶湧的河水簡直幾乎快淹過橋面 每逢颱風好雨 這條宜蘭大同鄉樂水村 唯一的一條蓮外道路馬輪橋 就像這樣岌岌可危 讓當地的泰雅族人憂心橋被沖毀 土石也都淹過橋墩 一舉手就可以碰到橋面 相關單位雖然經過多次的輸郡 但是大雨一來 又不斷有土石從山上沖刷下來 村民陳情多年 今年終於有經費可以再輸郡 九月一號特地舉辦回田開工的祈福典禮 立法院通過農委會 水保局編列的一千九百萬元的經費 要進行馬輪橋的輸郡工程 也首度核准了土石不外運 直接回田到樂水村 東雷部落的私有農地 以前的一個方式處理方式 大概都一直就近兩岸堆滯的模式來辦理 但是但是下次颱風 往往造成二次的災害 然後這次因為在我們熱水東雷部落這邊 剛好有一塊在東以五十一線的工程 完成之後造成一個低挖地 一個農地的一個方位 透過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一個土石 堆滯在我們這個東以五十一線東雷部落 這塊方位的一個一個一個農地裡面 對於輸郡工程的一個突破 過去輸郡的這些土石是不是一定要運到這個土石場 不能夠填到四人的土地上 那這個地方有十一筆土地是非常低挖的 但是愛以法律始終沒有辦法解決 這次終於突破克服了這個法律的障礙 把這土石能夠倒到這個四人的土地上 可以改善他們的耕作地 這個是一舉兩得的一個工程 熱水村民也期待把土石回田到荒廢的農地之後 可以讓農地更多的運用來提升經濟 而整個輸郡的工程預計到今年十二月二十五號就可以完工 接著打給予伊蘭大同採訪報導